最新播出的爽片终于来了 昔日的青春女神宋慧桥 一改往日形象 这种极致的反差足以惊艳所有人 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完前两季 黑暗荣耀 故事开始 2022年夏天 文东恩回到了阔别18年的家乡 他已经做好了复仇的准备 班玩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理照片 看着墙上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曾经的回忆再次涌伤心头 这些照片都是曾经霸凌他的人 其中为首的就是朴延珍 现在他已经是阳光电台的气象主播 他一直期盼着严真推门进来的那一天 18年前 因遭受校园霸凌的东恩选择报警 然而霸凌他的同学只是受到口头教育 就被各自家长带回了家 严真更是凭借妈妈的人脉 警察局长走个过场就把他这个主谋给放了 反倒是被霸凌的东恩被班主任一通训斥 还称同学间的恶作剧不至于报警之类的 严真妈妈也没有重视这件事 训斥女儿连一个一无所有的女孩都对付不了 第二天 东恩再次被带到篮球馆 对于他报警的惩罚 从今天开始需要他帮忙测试卷发棒的温度 只见两个女孩子把他强行按在座位上 另外一个女生拿着滚烫的卷发棒 直接贴在东恩的手臂 疼得东恩撕心裂肺地求饶 然而体育老师早就把钥匙给了这群恶魔 没有人会来救东恩 东恩询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严真却说这样对他自己又不会受到惩罚 就算到了警局也无济于事 结果还是照样被带来这里 无论是警察还是学校 甚至连父母都无法保护 他们还打听到 东恩一个人住在月租旅馆里 事后东恩来到医务室想要一些双氧水 细心的医务老师发现了他手臂上的伤 医务老师让他去找老师或者校长 这时 严真拉开医务室的帘子 坦言说是自己做的 还称上一次也是他公然地和老师叫嚣 这天晚上 东恩回到租住的旅馆 他听到自己的房间里有笑声 刚想逃跑 就被后面的男同学堵个正着 原来严真几人早就在房间里等着他了 东恩把鞋子脱了下来 这惹得其他人的嘲笑 严真在米缸里发现了他藏起来的储钱罐 节俭存钱的行为 在这些富家孩子眼里成了一种下贱的行为 东恩祈求同学们把储钱罐还给自己 然而作为交换 严真让他为朋友跳一段舞蹈 不然就用运斗和腿亲密接触 东恩就这样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 严真哪有那么多耐心 随着手机播放的音乐 哀嚎声响彻整个旅馆 第二天 医务室的老师不知道什么原因离职 唯一一个关心东恩的人也消失不见了 大雪纷飞的冬天 东恩站上了天台 不过他没有勇气跳下去 不知所措地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东恩捧起地上的雪 突变全身上下的疤痕上 他索性脱掉外套 整个人趴在雪里 蜷缩着身子就这样勾搂的躺在那 哭泣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凄凉 接着 东恩提出了退学 然而遭受校园暴力的东恩 只因如实填写了退学原因 班主任就挽起袖子摘下手表 公然在办公室殴打女孩 几名老师拉都拉不住 紧接着从事洗头工作的东恩妈就接到电话 严真妈给了她很多钱 希望东恩妈以监护人的身份 签署校内调解书 并且在退学理由一栏填写无法适应 东恩妈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第二天 东恩妈把女儿的月租房退掉了 还把随身衣物丢在了门口 东恩在一旁的杂物里 发现了那张退学申请 在这之后 东恩在紫菜包饭屋打工 花开花落 春去东来 他仍旧想不通妈妈为什么这样对自己 晚上东恩就在汉针房打工 身上的伤疤开始发痒 再加上痛经疼的肚子就像要被截断 有那么一刻 他提醒自己 药店要明天早上九点开门 而步行到汉江只要二十分钟 如果跳下去一切就都结束了 伤疤也不会再痒 那样应该是对的选择吧 东恩脱掉鞋子站在河边 不知道是河水太过刺骨 还是伤疤隐隐作痛 他抱着肚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是的 他仍旧没有勇气跳下去 颜真这帮人在东恩退学以后 非但没有收敛 还找了另外一个被霸凌的对象 这天 东恩主动找到在篮球场的颜真 因为他在社交软件上发现 颜真的梦想是成为贤妻良母 沙拉的梦想是画画 在郡市继承高尔夫球场 慧婷想当空姐 没想到东恩从今以后的梦想 变成了颜真 说着说着便笑了起来 怪异的表情把这些人都吓到 06年东恩成了一名纺织女工 她白天努力工作 晚上认真学习 这一年她自学高中毕业 07年她仍旧坚持每晚学习 这种情况持续到08年 和东恩一个宿舍的晨熙 为了不打扰她学习 每天都脱下鞋子光脚走路 她听说东恩考上了大学 下个月就要离职了 所以想在那之前打个招呼 09年东恩迈进了韩国师范大学 镜头一晃多年以后 她要选颜真最珍惜的人 作为复仇的开始 那就是她的女儿毅律 这时颜真已经成为 天气预报的主持人 复仇就应该这样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初中的学生居然对补课老师说出 如果能看看老师的胸 自己一定会好好考试 东恩心想多亏了 严真他们的霸凌 自己才没有被吓到 她对学生坦言 从今以后无论学习成绩好与坏 最终都会穿上 有关部门提供的球衣 因为从第一堂课开始 学生的母亲 就一直在听他们上课 于是东恩以录音的内容 向学生索要了一笔钱 12年夏天 明雾还是那个 替在骏袍腿的毒虫 沙拉经营着一家画室 但是有西面粉的饮 在骏继承了家族产业 成了富二代 惠庭如愿在航空公司做空姐 她想攀上在骏这个高知 然而这人却和严真搞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 严真已经和别人准备结婚了 东恩用程希的社交账号 关注着他们 那么第一个复仇的目标 会是谁呢 程希查到 最近这帮人换了社交平台 东恩感叹有这么多东西 需要自己去学 程希认识一些黑道的朋友 可是东恩的目的 并非真的去杀人 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绝对不能草率了事 这里提一下 严真的未婚夫酷爱为奇 东恩在收到开头 变态学生家里的补偿金后 还没走两步就晕倒了 在医院昏迷的时候 隔壁床的实习医生被变态袭击 两个同时送进来的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很快严真举行了婚礼 东恩穿着一身黑色服装 偷偷地参加了 不过他没有准备随理 严真没有真才实学 靠着花钱买后背的稿子 在电视台里混得风生水起 其实这些人的关系并不好 就好比在郡和鸣雾 表面上他俩是朋友 私底下有一点不顺心就拳脚相加 而鸣雾心里早就不服气了 这天东恩在广场上 看老大爷们下围棋 遇到了在医院的那位实习医生 其实那天在医院醒来 他们彼此最先看到的是对方 东恩恢复意识后 起来就想拔掉眼水 却被实习医生阻止了 这人给他处理完后 东恩就走了 这时医生拿着报告书才过来 原来他已经患上了重度贫血 在那之后 实习医生总是跟着东恩 给人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 然而 东恩已经有关系 比较亲密的学长了 其实实习医生多次找东恩 就是想告诉他 根据报告的数值 贫血的药至少要吃六个月 还有就是需要定期检查 然而东恩问医生会不会下围棋 因为自己有想要打败的人 当晚就开始了一对一的辅导 从黑夜到白天 从秋天到冬天 再到春天 东恩马上就要参加全国的编制考试了 医生希望他可以考上 15年春 东恩历经两次尝试后 终于考上了编制 与此同时 严真的孩子在那一年的秋天出生 时间一晃来到了2021年 严真生日这天 老公送给他一双名贵的高跟鞋 两个人的感情还是那么好 东恩则是在他们住的别墅的垃圾桶里 找到了一份遗嘱 市民财团学校法人 把遗产全部捐赠给了老友赵秀贤 可是他的直系亲属里并没有这个人了 另外一边 严真的老公在好朋友那里 听到慧婷讲了很多 关于自己老婆上初中时的事 这可把严真吓坏了 校友坐在一起聊人生 已婚的前辈夸赞对面的女人眼睛漂亮 残不知这都是女人复仇的一部分 原来严真在丈夫口中得知 慧婷私下谈论自己的初中生活 她着实吓了一跳 然而老公听说的只是学习成绩上的事 严真这才松了一口气 丈夫真正不喜欢的事 这些人把夫妻二人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严真也决定好好教育一下慧婷 这天慧婷收到沙拉的短信 让她快点赴约 慧婷在自家的干洗店 选了一件客户的衣服就去赴约了 然而这个行为早就被沙拉二人猜到 慧婷还谎称是自己男友送的 这件衣服全韩国只进了两件 主人就是独虫沙拉 她警告慧婷 当初要不是有东恩在 那么被霸凌的人就是她 严真接过话茬 她对于背地里谈论自己的事很讨厌 让慧婷喝喝酒 动动身子就够了 大家已经不是高中生了 过了光靠友情就能成为朋友的年纪 从今以后别再乱动嘴皮子 穿什么衣服 拿什么包 都要有自知之名 这两个人的话把慧婷都给吓哭了 严真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随后拿上沙拉新款包包就走了 万万没想到 慧婷拿出手机不停地自拍 并且话题是感谢朋友送给自己礼物 一转眼时间来到2022年 这天明雾在在俊的店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在是穿鞋子的东恩 他看着对方如今的样子不禁邪媚一笑 赶紧蹲下身子把名贵的鞋替东恩穿上 并且邀请他到后面喝点东西 东恩想都没想就跟着进去了 不过店员知道进去后会发生什么 东恩进去之后问明雾店是不是他的 这人还想装大头 外面的店员让他把在俊交代的事处理好 东恩这才反应过来 明雾还在替在俊跑腿 他一边感叹世界不公平 在俊什么都不做就可以继承大笔遗产 另一边替明雾惋惜 有那么一瞬间自己真希望这家店属于他 显然这句话触碰到明雾的逆铃 东恩这次来 是告诉明雾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可以让他拥有这里的一切 因为自己想让明雾理解 把他们踩在脚下的那种心情 镜头一转 东恩与前辈正在畅谈 其实这个人是班主任的儿子 如今班主任年纪大了 花钱的地方太多 前辈寄希望于考上编制 东恩表现出极为理解前辈的样子 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 还是真的动心了 有夫之夫的前辈被东恩深深地吸引 这时东恩接到中介的电话 他租下了严真家别墅对面的房子 光是站在这里 东恩的身上不由地养了起来 当晚他就翻找起严真家的垃圾桶 然而他的行为被庸人发现了 这人观察东恩近半年 手里有他这六个月的记录和露脸的照片 看来命运女神没有站在自己这边 东恩想用钱来贿赂庸人 然而这个人不要钱 希望与东恩联手 作为条件东恩必须帮助他 帮助他杀了自己的老公 原来 丈夫当着女儿的面加抱妻子 女儿恨透了这个爸爸 真想一下子结果了他 然而这人非但不害怕 竟然还拿起放在一旁的跳声 然后一步一步地逼近女儿 这就是庸人大姐 为什么需要东恩帮助自己的原因 匹生小哥名叫周汝正 他的母亲是首尔著名医院的院长 如今自己也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医生 可是他忘不掉教东恩下棋的日子 当晚东恩与大姐交换了目标 他们两个决定互相帮助共同复仇 至于做事的顺序 以东恩的事优先 办这些事会需要一些时间 但绝对不会让手上沾一滴血 现在最首要的是大姐先学驾照 至于大姐的女儿 东恩决定让她坐火车到首尔站 每周两个小时在车上补课 很快大姐的驾照学了出来 东恩送了一辆汽车给她 这辈子大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开心过 接下来就是学习如何使用照相机 讲实话大姐好像与社会脱节了 连最基本的储存卡都不知道 好在东恩耐心的一步一步教她如何使用 第二天 大姐就拍到严真从在郡的公司出来 至于发生了什么用脚趾头都猜得到 这一天下来大姐确实拍到不少东西 有沙拉和慧婷出入酒吧的 有严真带着女儿看眼科的 这家眼科医院 主营的是色弱和色盲的矫正 东恩看着广告牌笑了起来 她认为严真没能成为贤妻良母 果然不出东恩所料 严真的女儿穿上妈妈的高跟鞋 但是红绿不分 然而这人教育女儿颜色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价格昂贵 无论多少双都可以拥有 目前严真的老公还不知道女儿色盲这件事 第二天 在郡会见了高尔夫球场重要的VIP客户 她今天带来一位朋友 这人完全没有把在郡经营的球场放在眼里 只夸赞了餐厅的饺子好吃 这把她气得脸色铁青 因为贵妇的儿子是在平建筑公司的董事长 也就是严真的老公 在郡听后不仅命令手下不接收新会员 更是让餐厅以后不准再卖饺子 当晚严真老公在棋馆 偶遇连营好几盘的东恩 周围都是棋馆的老客户 其中几个高手已经败下阵来 最后汤饭屋的老板也在中盘以十字高辅 高超的奇异不禁地吸引了严真老公 明雾开着在郡的车街上会停 原来她一直帮着这个女人物色富二代 会停认为明雾是一个连顿饭钱都付不起的打工仔 这辈子都要给在郡跑腿 明雾嘴上不说 心里别提有多气了 一直在研究东恩下棋的风格 而老婆却认为下棋既枯燥又无聊 这天东恩给大姐女儿补课时 遇到了医生乳正 乳正坦言 教他下棋那些天是自己人生的最低谷 这次乳正递上一张名片 希望他可以来找自己 当晚大姐查到一个劲爆的消息 市民小学的股东与司机有不正当关系 而名字刚好是赵秀贤 大姐知道这件事以后笑得特别开心 东恩笑一下就恢复了原样 她怕自己笑得多了会忘记要复仇的事 两个苦命的女人凑在一起 就连笑都变成了奢望 接着 东恩买了一束鲜花 前往看望初衷的班主任 然而他早就把东恩忘得一干二净 恰好这时 前辈来看望父亲 东恩装出一副特别惊讶的表情 班主任终于想起来眼前的女人是谁 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东恩告诉自己也当了老师 昔日在办公室殴打女孩的情形浮现在脑海 他开始感到了一丝害怕 害怕那么纯真的笑容 当晚东恩约明雾在废弃的楼顶见面 坦言自己就是要复仇 他谎称其他人有很多可以失去的东西 唯独明雾没有 受到刺激的明雾一把抓住东恩的衣领 慢慢地把他逼到天台边上 东恩提到了苏喜这个名字 那是在他遭受霸凌之前 被严真小团体霸凌过的人 他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 但不是自杀 案发过程东恩看得一清二楚 这件事把明雾吓得倒退好几步 他大声嚷嚷不是他害的 东恩当然知道不是明雾 这次叫他来 就是想让明雾跟杀害苏喜的凶手要钱 这便是那个刺激的消息 但是公开凶手之前 需要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 十根在俊的毛发 东恩称确认后 会打电话告诉他凶手是谁 然而东恩怎么可能把明雾排除在外 他有一样是有的 那就是姓名 第二天沙拉举办了个人画展 面对大买主仿佛换了一个人 装成特别乖巧的艺术家 下个月严真要领一个超搞笑的奖项 他希望朋友们可以陪他一起去 这个奖是母校颁发的校友奖 然而当天会听怎么也联系不上明雾 就在这时 东恩静止地走了进来 这是17年来他们第一次见面 东恩称一直都有看颜真的节目 在电视里看起来好善良 颜真也假意客套起来 问东恩过得怎么样 东恩事先找到市民市小学董事长 直接挑明他与司机赵秀贤的那些事 并且猜想其儿子和准儿媳 不知道遗产里还要分给司机 东恩这样做 只是想当市民小学一年两班的班主任 因为这个班里有颜真的女儿 东恩死死地盯着颜真上台领奖 因为从今天开始 他要让颜真每一刻都感觉到恐怖与害怕 学校颁奖仪式结束后 被刺激到顶点的颜真直接甩了东恩一嘴巴 事情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结束 东恩问世报者当初的梦想都实现了吗 已经有了一份拿得出手的工作 在自己最漂亮时价格有条件的好男人 那么只剩下贤妻良母了吧 颜真被这么一问 整个人掩饰不住的慌张 他还想动手却被在郡栏了下来 这人并不是良心发现 而是外面有很多学生 所幸做的老好人让东恩多理解一下颜真 还称这次的东恩看起来五彩斑斓 东恩画风一转 他反问在郡不是应该见过五彩斑斓的世界吗 颜真的女儿天生红绿色盲 这种并遗传的几率很高 而东恩要了在郡的十根头发 再加上他这么年轻偏偏雇了明雾开车 大家细品 当晚在郡就让明雾查一下东恩在做什么 明雾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后离开了 另一边 在郡薰薰着女伴的红色头发 他自述最讨厌红头发安妮和小红帽 第二天 颜真团体还在讨论昨天颁奖时的东恩 明雾有一个关于毒虫沙拉购买面粉的明细账本 课数 种类 金额 记得非常详细 就在这时 颜真接到了女儿义律的电话 孩子不小心把牛奶打翻在鞋子上 现在光着脚呢 重要的是以前的老师辞职了 以后就由新老师东恩代他们班了 颜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东恩代班的第一天 树立了新班归 父母的职业 父母的财力和父母的人脉将不再有任何威力 不许因为自己穿好的衣服 坐好的车 住更好的房子 就可以随意欺负其他同学 如果出现霸凌的情况 那么就会让买好衣服的妈妈 开好车的爸爸 以及买房子给他的爷爷奶奶 全部过来求饶 不过这里有一位老师对东恩抱有偏见 认定他是通过与学校董事长不正当关系上位的 颜真开着车 从首尔一路标到市民小学 他要确定一下女儿的班主任到底是谁 出乎他的意料 还真是东恩 东恩告诉他这一切都不是巧合 颜真本以为东恩会遇到个穷光蛋 然后生下一堆穷光蛋 过着穷光蛋的生活 能走到如今这个位置 东恩每一天都痛不欲生 不过现在一看还挺有趣的 这间教室 就是二人以后的篮球馆 颜真嘴上虽然不服气 但是心里多少有些担心女儿 就在他要离开时 收到了初中班主任去世的消息 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了上来 原来东恩看望班主任那天 这人指着东恩破口大骂 言语极其误会不堪若耳 并且拿起鲜花不停地抽打东恩 东恩质问他在破坏我的人生时 有想到这一天吗 班主任对百合花过敏 东恩这次来 是要把班主任的行径公布在教育网上 特地来通知前辈的 当然他是无辜的 但是那时的自己也是无辜的 而且只有18岁 当天晚上 很多人送花提前祝贺前辈考上公职 但是在上任之前还有最后一道审查 就是家庭成员的评估 如果爸爸殴打学生的丑闻曝光 那么一切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这是班主任的哮喘犯了 儿子一脚踢开了药 眼睁睁地看着他咽气以后 才选择打医院的电话 在人前做个痛哭流涕的孝子 东恩把来龙去脉 一五一十地告诉给严真 从现在开始才轮到他 东恩看穿女儿毅律就是严真的惩罚 这把他急得扬言要杀了东恩 东恩一把甩开严真的手 他知道严真想让孩子转学 或者生掉自己现在的岗位 但他告诉严真想都别想 从今以后有他瘦的 严真在回去的路上 说他气疯了不为过吧 自从和东恩见面以后 每次女儿放学 严真都会仔细检查 她身上有没有被烫伤的疤痕 然而仅有七岁的女儿认为 那种行为要被教训才对 精神极度紧张的严真 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 大姐这边跟踪惠婷 终于记下了她手机解锁的手势 另外一边 严真的老公自从上次气管 与东恩见了一面 脑子里总是不自主地 浮现他的画面 不过对于一个 有家世的男人来说 女儿永远是他的软肋 东恩站在对面的天台上 从前他的世界里满是严真 但是从今以后 严真女儿的世界里 必定全都是自己 第二天 东恩约见了初中时的医务老师 在这世上还存有良知的人 老师发给东恩一些 关于素洗的照片 这对于他来说起了很大的帮助 其实老师很自责 当年突然地离职 都怪那时自己太年轻 他还提到了素洗 东恩其实和这人并不熟 只是素洗被霸凌的时候 自己是个旁观者 后来自己变成了受害者 如今东恩要做一个施害者 没想到的是 老师希望东恩可以胜利 无论是18岁还是36岁 他都会支持 这之后东恩找到名物 现在这人把所有希望 都压在了东恩的身上 他带来了毒虫沙拉 购买面粉的明星 和惠婷有一项富二代的背景 至于头发的用处 东恩告诉他在郡真的有个孩子 不过是谁没有说 只是丢给明物一张纸条 一张足以让他大赚一笔的纸条 明物按照纸条上的地址 来到医院的停尸房 这里面的是18岁的素洗 十多年来一直停放在这里 光脱欠的费用都不止一亿含远了 因为警方认定其微自杀 但死者的父母无法接受 医院规定除非家属同意 其他人不得擅自移出尸体 东恩这样做的目的 不是希望明物可以掀起多大的风浪 只不过把他当作一张储存卡 将有用的东西放进去而已 大姐这边查到 严真老公每周五都会到七馆一趟 目的当然是去找东恩的这天 本以为又没有遇到他 结果转身的时候 遇到了心心念念的人 他询问东恩很久没来七馆了吧 东恩却说自己在忙着谋生 接下来东恩的每次回答 都出乎男人的意料 很快东恩就赢了一盘 他起身就要走 然而严真老公有些不甘心 提一把赌注提升至五万韩元一盘 一场精心设计的布局 这么看来可以收网了 接着 东恩赢了严真老公以后 这人赶紧追了出来 因为他已经中了 东恩欲擒故纵的伎俩 严真老公名叫何道英 他提议二人偶尔一起下棋 因为对彼此的口味和棋风 都有所了解 然而东恩没有收下他的名片 真就印证了那句话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让人难受的 当晚大姐拍到 关于严真妈妈的一些照片 这个人每隔半月 就会去见一次巫师 随行的总是相同的男人 但是他俩又各自坐自己的车 关系有些让人猜不透 东恩告诉大姐 不要跟踪这个男人 因为他以前是警察局的局长 现在的职位可能比那时还要高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大姐已经调查到 他现在是北部警局的治安监 同期的人早就升迁至治安证监了 只有他在瞎折腾 原来大姐在北部警局门口的 四家古汤店蹲点 才打听到的这些消息 东恩叮嘱他 一定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 说着说着 大姐对着东恩就按下了快门 闪光灯把他的思绪带回到那个冬天 医务老师拍下伤口的照片作为证据 所以到现在东恩对闪光灯 仍旧有应急反应 大姐平时拍花鸟树木还行 一到拍人就有些模糊 苦于旁边没有人练手 索性东恩充当起了摆拍模特 严真这边为孩子的势头疼 他从衣柜里拿出女儿第一件名牌衣服 当时奶奶送他 就是想让孙女过上 赢在气跑线的生活 还叮嘱儿媳 务必要保管好宝宝的第一件衣服 每逢重要的事就给他戴上 寓意鼓励孩子 使出吃奶的力气全力以赴 然而现在听起来有一种其他的意思 于是严真约见了市民小学名义校长 他想动用关系辞退或者声调东恩 然而这人是董事长清点 就连市民校长都没有办法 严真又想着查看相关资历 不想校方办早就查过了 资历不仅丰富 又是从功力调剂到私力 实属罕见 另外一边 严真女儿在画画课上 没有给画作涂上颜色 因为她根本分不清 东恩恰好看到门外的严真 她故意拿了一把剪刀 当面轻轻地把手放在了一律的肩膀上 这可把严真吓坏了 下课后 严真也不再掩饰 直接让东恩开个价 要多少给多少的那种 作为身体和精神上的损害费 只要东恩写下保证书 直到死去 再也不会出现在自己的生活里 就像当初东恩妈在退学申请书上签字那样 严真认为东恩做出这些举动 总不可能听自己真诚地道歉吧 大家都年近四十的人 那样也未免太像小孩子过家家了 东恩坦言 当然不是为了看她道歉 自己把十岁到三十岁的人生全部压上 怎么可能就是为了那句不重要的道歉 她要的是看到严真受到刑罚 可是东恩做了什么呢 既没有掐着义律的脖子 也没有一拳打在她的胸口 更没有拿着滚烫的东西去落她的身体 相反孩子无法分辨彩虹的颜色 自己还鼓励她 只不过这件事 对严真可能有些不利而已 严真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东恩已经知道了秘密 东恩警告严真 除了伤害义律 自己还有很多别的复仇办法 比如说叫家长谈话 当然谈话不一定非要跟妈妈们谈 所以她希望不要再试探自己的底线 那样只会让严真被逼到绝地 这一幕恰好被那个对东恩有偏见的老师看到了 与此同时 有人快递给再俊一个包裹 里面装着义律上学用的牙刷 严真一转头来到丈夫的办公室 她想着让女儿出国留学 但是道英认为孩子只有八岁 现在还太早 严真又要求老公安排换个班主任 道英让她具体说说看 这样才好安排关系去疏通 严真只好作罢 当晚严真让手下去查查东恩的底细 无论什么都要仔细地调查 第二天 大姐成功地调包了惠亭的手机 直到她飞机落地才发现手机不是自己的 另外一边 东恩来到教堂 她注视着毒虫沙拉 东恩直接挑明沙拉吸毒 她把一个包扔在地上 命令沙拉在半个月内用美金把它装满 于是两人打了起来 紧接着她又找到名物 东恩记得上学时 名物用膏药贴在脖子上遮挡纹身 露出来的字意思很特别 名物可没有耐心回忆以前 她称自己去医院停视间看过 确认是素洗了尸体 名物现在最关心害死她的人到底是谁 因为直接关系到能要到多少钱 她猜测除了自己 只有毒虫沙拉 团伙偷偷严真 到处乱说的惠亭 和讲过素洗坏话的再军 东恩慢慢地凑到名物耳边 当晚除了惠亭 其他三个人凑到一起 沙拉被勒索钱财 然而严真给东恩钱她却不要 再俊只关心意虑现在过得好不好 三个人有着不同的遭遇 第二天 名物买了去海参外的单程机票 分别给惠亭 沙拉 偷偷严真 严真老公道英和富二代在俊打去电话 要求见面 然而名物却被人不知道是杀害还是灭口了 而她脖子上遮盖后的纹身意思翻译过来时 我死了 接着 在俊和道英见面了 两个男人都是女孩的父亲 一个是被蒙在鼓里的养父 一个是生物学上的亲生父亲 原本二人的生活不会有任何交集 幕后却有人刻意制造了见面的机会 而且这次见面养父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原来严真在女儿这方面变得有些神精致 她听信了妈妈的话 既希望于神明 严真妈想动用关系把东恩调离小学 然而严真让妈妈不要激怒东恩 怕她下狠心暴露自己的事 严真妈妈说怕她干嘛 严真怕的不是自己 而是女儿毅律 如果大家都知道了那件事 最后毅律也会知道 那么她再也抬不起头做人了 看样子严真妈也知道外孙女并非道英亲生 另外一边 东恩解锁会停的手机 翻看里面的照片 恰巧又被那个猥琐的老师发现了 她见东恩有两部手机 怀疑她脚踏两只船 然后又改口说是开玩笑 对于这种人 东恩没有惯着她 直接对了回去 把这人脸都气绿了 当晚大姐发现了异常 明雾已经失联好几天了 在她家和高尔夫球场附近 都没有发现踪迹 最后出现的地方是旅行社 大姐怀疑她在杀害苏喜的凶手 那弄到一笔钱 转而严真小团体联手了 东恩决定先到旅行社确认一下 除非明雾已经死了 不过调查她的失踪 不是己方的目的 大姐被吓了一跳 她以为是东恩做的 希望可以通知一下自己 这样也能有个万全的准备 东恩却说自己没有告知的义务 他们之间的约定很简单 互相完成彼此托付的事就可以 现在二人的关系走得太近了 第二天 在郡发县家里的名牌 全都被人盗走了 她才应该是明雾干的 严真总是担心 东恩在电视台的公开栏 举报自己校园暴力的行为 查过没有后才算松了一口气 新来的同事 看不惯严真让后辈写新闻稿的事 由于说话声音太大 被严真听到了 要知道严真工作一个月的薪资 是220万韩元 而她的老公一个月 投给电台的广告费 至少两亿两千万 这就是人家可以嚣张的资本 新人还想反对 被严真一把按在座位上 她警告这个没长眼的新人 自己就是本台的台柱子 要是哪天觉得无聊了 肯定用阻止你续约来消遣 新人被这么一下老实了很多 接着 东恩在晨曦这里查到 鸣雾除了买过一张 去海深外的单程机票外 没有其他购买记录 但是单程票没有登机记录 预定的酒店也没有入主 显示的是预定味道 也就是说鸣雾根本没有出镜 现在无法确定 她是单纯的联系不上 还是已经意外死亡了 不过这对于东恩来说不重要 她现在要找一个 真正可以掀起风浪的角色 独虫沙拉这些日子并不好过 她联系不到鸣雾 感觉浑身上下有很多虫在爬 颜真脚上的伤还没好 惠婷在钻戒店等她的新男友 这个冤大头给她买了最大的一颗 这把惠婷激动地叫了起来 因为她希望钻戒要比颜真的大 东恩离开旅行社的路上 接到了大姐的电话 那头提醒 她已经被人跟踪了 自己每天都干这个感觉 肯定不会错 东恩提议由自己引开他们 大姐千万不能露面 于是一个油门窜了出去 后面的车紧随其后 经过一处窄路是东恩踩下刹车后 车绕过路边停的货车后 直接撞在东恩车尾部 后方车辆下车只给东恩两个选择 要么报警 要么用现金解决 这个行为极其反常 一般来说都是先叫保险公司 如果是租的车会打给租车公司 男子见自己的伎俩被戳穿 便耍起横了 东恩见状提议现金解决 于是双方交换了手机号码 男子这才肯罢休 东恩来到秘密约见地点 他好奇大姐应该再跟着再去 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车后面 难道是跟踪自己 大姐自述跟着再俊到了小学 远远地看了一律就离开了 刚好看到了东恩和跟踪的那辆车 心里总觉得不对劲 这才跟在后面 他为了自证清白 打开了后备箱 里面装着再俊长去的餐厅处购买的辣白菜 大姐怕浪费让东恩拿回去吃 还有 如果真的像东恩说的那样 要告状的话 自己有更多人选可以说 严真 再俊 沙拉 其实这个女人是个特容易满足的人 她自从与东恩合作后 开始有了梦想 想和女儿一起吃一顿不匆忙的饭 第二天 再俊联系不到严真 也联系不到名物 惠婷猜测他们两个现在可能在一起 这把再俊气得够呛 就在惠婷准备离开时 再俊发现她有一双 严真同款绿色的高跟鞋 这次可是惠婷自己出钱买的 再俊想知道义律的生日是几号 惠婷只知道出生日期是严真妈特意挑的 在中秋前的日子 再俊怀疑义律是自己的亲女儿 道英这边收到一个当日送包裹 里面装的是名物的名片 和她与东恩在便利店的照片 她赶紧打给名物 但是那头没人接听直接关机了 于是第二天 道英找到再俊 二人上次见面是三年前 她直接挑明自己找不到名物 再俊听了以后十分紧张 赶紧解释自己也在找这个人 说着就抽出烟河 道英发现这个烟河和老婆言真的是同款 于是二人留了联系方式 为了找到共同想找的人 再俊离开后再次拨打了名物的电话 她反应过来这人威胁了不止自己一个 因为在郡爬 怕名物拿一缕来威胁道英 当晚 东恩在修车时 收到乳正的短信 二人上次见面还没有下一盘完整的棋 她刚想回复 就听到修车工人烤肉的声音 身体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 整个人像被双打过一样摊在了地上 她不断地摸索掉在地上的手机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最后不小心打翻了工具箱 其他人这才发现异常 她浑身脏兮兮地找到乳正 东恩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走到哪里 她就跟着走到哪里 自己的故事没有一个瞬间是美好的 不知道要不要听 颜真有一双绿色的高跟鞋 在郡和义律的DNA对比显示是妇女关系 也就是说色盲来自遗传 与此同时 惠婷也收到了当日送的包裹 里面是她与富二代们的照片 别忘了她也有一双同款绿色的高跟鞋 独虫沙拉她虽然不穿高跟鞋 但是她画了一副巨大的绿色高跟鞋油画 而明目的案发现场 出现了那双绿色的高跟鞋 乳正听完东恩的遭遇 起初还想劝她放下执念 重拾希望好好生活 然而东恩走到正中央 退去身上的衣物 浑身上下全是伤疤没有一块是完整的 乳正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不敢相信这些全是那些人干的 于是瞬间改变了想法 她愿意成为与东恩共同举荐的刽子手 并询问那些人中 要先杀哪一个 道英自从见过在郡以后 她隐约地感觉到 妻子和在郡的关系不一般 但是一下又不能确定 所以道英试探性地问颜真 是否经常与明误和在郡见面 颜真已经常去在郡店里买衣服 最近联系不上明误 唯有搪塞了过去 还称后者经常做一些荒唐事 并询问明误是不是找过她 这句话让道英觉得有些蹊跷 因为妻子和在郡一样 一听到明误这个名字 就问自己有没有被她威胁 颜真也感觉到丈夫有些反常 她在道英的车里查导航 发现最近的定位是在郡的高尔富球场 夫妻俩的关系逐渐产生了隔阂 东恩对乳正坦白 她希望自己在复仇之后 颜真的身边不再有一个亲人 无论女儿还是丈夫 任何形式的爱全部消失 第二天 东恩来到教堂 独虫沙拉提着一大袋美金也来到了这里 还不忘对东恩进行侮辱 沙拉认为自己给了东恩钱以后 以前做的事就会得到救赎 东恩也希望如此 不过在活着的时候 将会像地狱一般痛苦 那沙拉能愿意吗 难不成以后还要威胁自己 东恩没有废话 甩开她的手就走了 把沙拉气得原地打转 口吐芬芳 东恩要这么多美金 目的是送大姐的女儿出国留学 就在这时 她收到了撞车赔钱男子的短信 另外一边 道英带着女儿义律参加足球比赛 不知道她是友谊还是无心 夸赞穿粉色袜子的同学踢得很棒 而义律不单是红绿色盲 而是全色盲 她以为爸爸说的是二号 道英笑了笑没有戳穿女儿 她忽然想起来 严真提到过不喜欢女儿新来的班主任 没想到的是 义律称她和妈妈是好朋友 因为二人是高中同学 与此同时 在俊问惠婷关于道英的信息 和在俊不一样的是 道英没有恶意 只是从小习惯使唤别人而已 惠婷还以为在俊和颜真的事被道英发现了 然而这句话让在俊很生气 她查到与惠婷结婚的人是二婚 让她还在上次办的酒店举行婚礼 这样可能会打折 惠婷根本不在乎那么多 只要钻戒比颜真的大 结婚的对象有钱 有什么过不去的 第二天颜真气冲冲地来到在俊的家里 不过房间里空荡荡的没有人 于是赶紧给她打去电话 在俊没说两句就挂断了 她正在看女儿义律 因为色盲的关系 小女孩绿灯时没有过马路 在俊意识到她可能遗传了自己色盲的基因 非常愧疚地抱住了义律 她下定决心从今以后要保护好女儿 当晚惠婷来到明屋的家里 屋里被人翻得乱七八糟的 让人没想到的是 独虫沙拉早就在这里了 她找到一大袋面粉 和一张出国旅行的登记表 可是护照又没有带 于是她俩找来严真 行李也收拾好了 还有一张出国的机票 很反常 严真让她俩报警 然而一个是独虫 另一个马上就要结婚了 都不想把事情闹大 这时惠婷问他们有没有接到过明屋的电话 明屋对沙拉讲 要送她一份礼物 沙拉以为她在胡扯就挂了 而明屋打给惠婷是表白的 希望她可以去海参玩 至于严真以明天还有工作为由先走了 她也接到了明屋的电话 不过她故意没有说 东恩按照对方的指示 把赔偿车辆的钱放在储物柜里 然而大姐早就埋伏在附近了 次日 在俊肯求律师朋友帮自己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不过这件事是行不通的 首先在俊是孩子的生父 夫妻婚姻期内出生的子女 法律认定为该夫妻的子女 因此道英才是义律的爸爸 其次 除非合法夫妻遗弃孩子 不然在俊永远排第二的顺序 还有除了父母以外的第三方 不具备起诉的条件 除非合法母亲离婚并获得抚养权 在俊认真地考虑起这个办法 大姐一路跟着撞车的人来到一处宾馆 然而出门迎接他们的是那个局长 原来他们都是一伙的 东恩觉得明悟不是单纯的失踪 因为撞车这些人是严真的人马 专门替他处理法外的事情 准确地说这些警察不是严真的靠山 相反严真才是他们的靠山 这可能就是明悟离其失踪的原因所在 他不相信自己单独行动 肯定是见过严真了 原来那天东恩告诉明悟 杀害素喜的人是严真 因为坠楼后他手里紧握着严真校服上的胸牌 那天东恩就在案发现场 作为交换的条件 他需要一份严真的口供 倘若明悟真的拿到了钱 意味着严真认罪了 明悟答应过自己会录下整个过程 东恩这么做 是想通过社会途径惩罚严真 将他亲口认罪的罪行公之于众 让他在余生中受尽道德谴责煎熬等死 东恩想要让严真一天舒坦日子也过不上 那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他的口供了吗 现在又找不到明悟的尸体 几天后 惠婷把家庭关系证明 妇科检查报告交给未来的婆婆 讲实话婆婆压根就看不上他 就在这时他遇到一位熟人 没错这人就是东恩 他与婆婆是做法会认识的 惠婷的眼里写满了不可思议 半天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赶紧追上将要离开的东恩 提议两位人好好地谈一下 他怕自己以前做的事被东恩告诉婆家 那金闺序不就丢了吗 另外一边 在俊志问严真有没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气得他一把掐住严真的脖子 一直撞在门上 自己的女儿变成了倒婴的 还是深爱严真的 至于严真的 大家看他的表现 应该也能猜得到 星期五 学校举办家长公开课 道英发现在俊也来了 而且和女儿热情地打招呼 在俊开玩笑称自己有个私生子 实际上是来看望老同学的 这时东恩推门走了进来 道英很惊讶 怎么也没想到他居然是异律的班主人 在俊问道英 有没有特别真爱的东西被人抢走过 其实他指的是女儿异律 至于道英想到的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这两个人的梁子算是结下 东恩的目的应该也达到了 接着 严真似乎找到了反制他的办法 原来惠婷拦住东恩那天 他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 声泪俱下地恳求得到原谅 然而东恩觉得自己的复仇还没开始 作为施暴者的人却着急下跪了 惠婷称父母是开洗衣店的老实人 当时自己并不想参与霸凌 都是他们逼迫自己做的 那时大家都还小 会在成长的过程中犯错 把伪善者的一面演绎得淋漓尽致 东恩拿起一根烧红的柴火 处到他的面前 这个行为把惠婷吓得大叫一声 东恩告诉他 刚才的行为叫作恶 明知道后果还刻意地去伤害别人 那是你们这些人每天对着自己做的事 惠婷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钱人结婚 不想所有的心血白费 倘若没有触碰惠婷的利益 他怎么可能轻易地请求原谅 东恩深知这一点 东恩挑明自己拿了惠婷的手机 他让后者好好想想 自己现在对他了解能有多深 不见惠婷未来的婆婆也可以 那就需要他做最擅长的事 那么东恩想让惠婷做什么呢 那就是需要他报警明误失踪 家长公开课结束以后 道英带着女儿一律回家 然而他却不停地向在俊告别 道英不知道在俊到底想做什么 他气得想揍眼前的人一顿 直至这时 道英才真正明白发生了什么 在俊则是与东恩见了面 他这个人从小就是个流氓痞子 下雨天让东恩站在雨里 用眼睛耍流氓 他猜到从体育馆颁奖那天开始到现在 全都是东恩事先计划好的 只感叹难道大家都被整了 这场报复才会结束吗 然而这人提到了当年雨中的事 当东恩又想抽他的时候 却被他抓住了手 其实在这些霸凌者中 东恩最怕的就是他 在俊警告他不要碰严真的女儿 东恩也不再废话 直接挑明问在俊是否收到了一律的牙刷 还称想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现在能帮忙的人只有自己 这句话算是说到他的心坎上了 在俊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马上就要和东恩统一战线 不过后者把一幅画交到他的手中 是一律没有涂色的花朵 看得出来 在俊非常疼爱自己的亲女儿 当晚 严真在女儿的口中得知 丈夫今天参加了公开课 他一开始害怕东恩对他说了什么 结果一律告诉妈妈 爸爸和在俊叔叔聊了很多 而这个消息比东恩说了什么还可怕 另外一边 道英约见了惠婷 道英上来就询问惠婷是否认识东恩 他想知道严真和东恩到底是什么关系 惠婷坦言他们不仅是高中同学 严真还一直欺负东恩 简单点说就是校园暴力 恶劣至极那种 严真第一次与东恩见面 是想请他帮自己打扫卫生间 因为之前的助手转学了 也就是素洗 这时的东恩选择拒绝 结果就遭到一巴掌 之前提到过 严真这个人没有什么耐心 这便是东恩第一次被霸凌的情形 至于细节方面 惠婷让道英自己回家问问老婆 而此时 他才明白东恩说的 一场押上全部人生的赌局的真正含义 并且这个女人竟然不是第一个受害者 当天道英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汝正 他们两个在公园里下了一会围棋 直到很晚才回家 他问严真曾说过不喜欢的班主任 就是东恩吧 然而妻子认为二人之间有些误会 况且已经通过对话和解了 严真看得出道英似乎知道了什么 他称二人相恋两年 结婚十年 总共度过了十二年的生活 希望无论丈夫听到了什么消息 都一定要相信自己 千万不要打开不该打开的盒子 盒子里的东西不光彩 会让自己和女儿受到伤害 所以能不能就这样过去 大姐这边一直在跟踪一个女孩 第二天 严真在电台收到了在俊的信息 他们在地下视见了面 在俊这次来是想让她和丈夫离婚 因为严真不敢对道英坦白东恩的事 也不知道她会站在谁那边 而自己就不一样了 不仅知道初中发生的一切 还会无条件地守护严真和义虑 这才是真爱 严真才明白自己的内心 她爱的人是道英 明雾的失踪 对东恩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这种情况相当于是严真认罪的口供 为了掩盖一件事 却犯下了另外一件事 说不定她拼命掩灭证据的时候 就会露出平时无法察觉的破绽 而大姐跟踪的那个女人 是局长的情人 第二天中午 局长和严真见了面 东恩所有的履历均已查清楚 不过她连一条违章记录都没有 然而严真始终认为 对于穷人来说 家属才是最大的加害者 所以东恩的妈妈在哪里 现在这人已经是吃傻的状态 当晚 除了严真 三人聚在一起 他们收到风声有人报警 明雾失踪 这把毒虫杀拉器的不行 因为这么多年 他一直在找明雾买面粉 倘若警方调查起来 第一个落网的就是他 与此同时 东恩把美金全部给了大姐 他要送大姐女儿出国流血 因为复仇就要付出代价 大姐不可能实现愿望 与女儿吃不着急的饭 她出国的那天 才是大姐计划杀夫的开始 女儿将在国外收到爸爸去世的消息 但是她将会平安无事 因为远离了施报的爸爸 和密谋杀害丈夫的妈妈 严真按照局长给的地址 她发现东恩现在住的公寓 就在自己家对面 道英拿着照片对比拍摄角度 她给东恩打去电话 二人约在公园见了面 关于严真 她有很多问题想问 而严真找了开锁匠 非法进入了东恩的家里 这里除了一张床以外 贴满了当年施报者们的照片 东恩把所有事都告诉给了道英 包括故意接近她的事实 严真后悔当初孤立东恩 应该那时就把她除掉 就在这时 一个人突然走了进来 把严真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而另一边的乳正打开了塑洗的停试柜 但是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这边 进到东恩家里的人是道英 看来严真坚守的秘密已经被丈夫知道了 紧接着第一季的剧情 第二季开始 东恩的复仇正式开始 严真和道英被引诱至东恩家 这便是计划的第一步 屋子里有个监视器 东恩正坐在乳正的诊所实施观察 当严真第一眼看到丈夫时 心里多少是有些慌张的 她不知道道英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怀疑是不是东恩故意接近她 反咬妻与自己生活够了 开始对别的女人好奇了 很显然 道英好奇的是妻子严真 物理贴满关于她的照片 丈夫现在只想知道 严真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霸凌过同学 有没有用粗暴的行为伤害过别人 这时的严真已经想好了借口 她怪丈夫相信他人的一面之词 自己只是和东恩关系不好而已 表现出特别生气的样子 打算先行回家 道英也不是傻子 她独自一人来到照片墙边 她发现这里不仅贴了严真的照片 还有孩子一律的 在角落里还发现了她带女儿去眼科 以及在郡和女儿的亲密合照 所有的证据都摆在眼前了 而这也是东恩想要的效果 与此同时 乳正在医院没有找到素洗的尸体 恰好主人发现了他们 当初老院长也就是乳正的父亲 特地吩咐把素洗的尸体放进冷冻室 而不是停尸间 这个行为史无前例 至于处于什么目的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天 莎拉告诉在郡 警察让其作为明雾失踪的知情人 去配合调查 然而警察今天就找到了在郡 明雾的失踪案已经转为刑事案件 警察询问她在失踪前 有没有可能与谁见过面 在郡一听这话 立刻把道英的明天递给了对方 她故意把嫌疑推到道英的身上 因为只有严真与道英离婚 在何在郡结婚 她才能有女儿依律的抚养权 这天严真刚下班 东恩就从正门静止地走了进来 她告诉对方自己家的门可是很贵的 根本没有给她回嘴的机会 便提出坐下来聊一聊 这里有个细节 严真身边的经纪人 她手臂上也有烫伤 而且看到东恩以后特别紧张 自从去了东恩家 严真对她有了重新的了解 还明白这人偷偷地调查自己 东恩也挑明 自己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接触到严真 既要不断地完成计划 又要拼命地赚钱 还得换学校 可真是够自己忙的了 然而严真并不怕 她猜测东恩早就去过警局 就因为没有证据 所以只会动动嘴皮子 东恩也不废话 拿出手机丢在桌子上 她已经把严真敲门的视频发布在网上 不过没有点名是谁 没想到严真的态度依旧嚣张 因为她有千百种可以脱罪的办法 东恩见状 又把医务老师拍下被霸凌的照片 以及就诊记录给严真看 东恩称今天来这里 其实是想给严真一个机会 一个赎罪的机会 只要她去警局自首 招供犯下的恶行 还有做过更残忍的事 就不用从自己这受到惩罚 可严真爬到今天的地位 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时至今日她都没有觉得做错了什么 反而认为东恩应该感谢自己 倘若当初没有霸凌她 怎么可能当上老师 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 严真还嘲笑东恩 穷人从生下来命运就是注定的 非要相信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看到如此态度的严真 东恩反倒是开心起来 终于可以消除内心的罪恶感了 她从没想过停止复仇 另外东恩告诉严真 刚当失去了老公 替她挽回的最后一次机会 另外一边 道英拿着那张照片 耳边不断浮现在 俊跟自己说过有个私生子的事 同时秘书告诉她 因明雾失踪 需要作为知情人接受调查 还有一件事 明雾那天留给道英一个U盘 U盘里是一段录音 明雾明确地表示 知道严真每天和谁一起 如果不想曝光在网上 就立刻联系自己 道英气地丢掉U盘 接下来她会怎么做呢 画面一转 18年前霸凌者点燃女孩的毛衣 撕扯间女孩扯下对方的名牌 却被一把推下天台当场坠亡 东恩把名牌作为证据匿名 递交到警局意见箱 然而一转头警察局长 已加入俱乐部为条件 用证据与失害者的母亲进行了交易 最终霸凌死亡案已自杀结束了 时间回到现在 道英听过录音后气愤地回到家 她看着衣帽间忽然想明白一件事 无论是鞋子还是衣服 但凡妻子严真购买的东西 均来自在郡的店里 道英更加确信在郡和严真的关系不一般 第二天 英明雾失踪案需要配合调查 霸凌者们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严真把东恩找过自己的事告诉给了其他人 然而沙拉只关心哪里能买到面粉 还称校园霸凌只对严真是个威胁 对于其他人没什么影响 严真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才是主谋 这时沙拉告诉其他人 明雾问过自己关于苏喜的事 一听这话众人皆是一惊 原来她问过在场的所有人 在明雾失踪之前 她先给道英的秘书打去电话 不过都被拦了下来 一转头她又联系起沙拉 明雾要求立刻见面 她现在需要大量的美金 然而沙拉的隐隐放了 只想着怎么能快速把面粉弄到手 不想理她 明雾话风一转 提到了苏喜出事那天 沙拉怕得趴在地上 这是明雾接到在郡的电话 刚刚她发了在郡 为了在国外开高尔夫球场 挪用公款的明细给对方 条件就是给自己一些加密的笔巴特笔 为了拿到钱还透露苏喜死的那天 在郡给严真伪造了不在场的证明 没有等对方解释 明雾只给48个小时的时间考虑 说吧就挂了电话 紧接着打给喜欢的惠婷 想给她一个机会 因为苏喜出事之前 是惠婷去补习班将她叫出来的 所以明雾想和惠婷一起离开韩国 听到这话 惠婷吓得直接把手机丢了出去 第二天 明雾又联系了东恩 为了确保能在严真手上拿到钱 他威胁东恩 以还没告诉这些人信息的来源为由 想让他把名牌交给自己 很明显明雾已经不受控制了 他还狡辩如果自己加入对方阵营 东恩肯定对付不了四个人 况且其他人才是杀害苏喜的凶手 只有自己是无辜的 然而在东恩的心里 明雾的罪行也觉得不能被原谅 直接挂掉了电话 如此一来明雾只能威胁严真了 于是抄起电话打了过去 惠婷接过话查 他经常被严真欺负 关键时刻非常想撇清关系 然而在俊只想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考虑能不能利用这件事 倒是沙拉 他认为杀害苏喜的人是严真 至此除了严真自己 没人知道明雾对他说过什么 想到这 他突然笑了起来 然后若有所思地离开了这里 一转头 严真来到苏喜案发的天台 打电话约警察局长见个面 另外一边 东恩也被列入明雾失踪关系人 正在接受调查 还提到了苏喜案的经过 原来他为了让明雾相信 故意弄了一个假名牌 然而警察并不关心苏喜案 他只想调查明雾与面粉有没有关 还认为东恩提供的是假情报 提醒他虚假指控属于严重犯罪行为 警察让东恩提供关于面粉的证据 东恩则表示自己要再好好想想 当晚 严真和警察局长见了面 他怕苏喜案有目击证人 或者这人哪天突然带着新证据出现 然而警察局长告诉严真 严真妈已经把名牌毁掉 剩下的只有尸体 不过苏喜的尸体在太平间应该已经腐烂 就算现在重新调查 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推翻之前的结论 只会以自杀结案 听到这话 严真终于放心了 另外一边 大姐的女儿被丈夫打骂 母女俩躲在角落里等她睡熟再回家 看着女儿脸上的伤 大姐不停地自责没能保护好她 于是更加坚定送女儿出国留学的想法 与此同时 汝正问妈妈 如果把手术刀当作处刑道具使用 会不会怪自己 因为她喜欢的人遭遇过非常残酷的事 很想帮她完成复仇 经历过丈夫好心救人反被歹徒谋杀的母亲 她叮嘱儿子如果想就去做 但是不能被人发现 东恩这边 在医务老师处拿回了素喜案的调查记录 原来在12年前 她探望素喜一体时 恰好碰到了素喜骂 她虽然口不能掩耳不能听 却用手卖力地指着调查记录上 每一个失害者的名字 甚至跪在地上拜托东恩邦邦自己 万万没想到的是 素喜在被害时已经怀有身孕 所以东恩才保管了这份材料 她承诺素喜妈一定会替女儿申冤 并且报仇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每次东恩想放弃或者一死了之时 都会不自觉地想起对素喜妈的承诺 医务老师也没想到 自己的学生们竟然在校园受到如此的遭遇 东恩回到家 开始整理照片墙 她刚想离开公寓 忽然想起来墙上还有一张照片 然而她怎么找都找不到 与此同时 严真妈打开了尘封已久的保险箱 里面装的正是素喜案严真的名牌 另外一边 大姐刚在秘密会面点把车停好 严真走来 她手上的正是从东恩那拿走大姐老公的照片 原来严真在警察局长的帮助下 查到东恩名下有两台汽车 而且她家里只有一张照片是自己不认识的 严真确定还有个人在帮助东恩 便让人跟踪车牌7943的那辆 这才找上的大姐 起初大姐并不怕严真 大不了向道英去告状 然而严真在来之前 早就把她调查得明明白白 以大姐女儿作为要挟 不停地用包包抽打她 后悔没有拽着女儿的头发把她拖到这里 威胁一下就起到了效果 大姐恳求她不要对女儿怎么样 严真将大姐的包倒在地上 见没有可疑的东西 就命令她存下自己的号码 结果打过去上面显示会遭雷劈的见女人 趁大姐捡手机的时候 她狠狠地踩了上去 严真这才明白 前任女佣和小学老师为什么会有共鸣 一个想杀了丈夫 另外一个复仇的目标是自己 索性她提出同样的条件与大姐合作 还称自己动手比东恩快 明天解决老公后天举行葬礼 但是以后必须按照自己说的去做 没过一会 东恩来到会面地点 怎么找都找不到大姐了 另外一边 大姐领着女儿不要命地逃跑 她决定趁着老公熟睡 没有具体目的地地开下去 说不定有人跟踪娘俩 等过两天再回失明室 第二天一早 道英来到在郡的服装店 她随便拿了一件衣服走进十一间 看着里面的环境想起了严真说过的话 她这才恍然大悟 妻子竟然是这种人 与此同时 东恩怎么都联系不上大姐 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这时西瓜头老师通知她下午五点开个会 会议内容是讨论校内活动的 但是所有准备都交由东恩来完成 等会议结束以后 东恩联系慧婷 让她引诱严真到乳正的诊所 并且告诉慧婷 趁自己没跟其未来婆婆聊更多之前赶紧行动 刚挂掉电话 同时告诉东恩 快点去停车场看一下 此时一个满头黄发 疯疯癫癫的女人正趴在东恩的车上 没错这个人就是她的妈妈 看着曾经为了钱抛弃自己的母亲 东恩的情绪别替有多复杂了 原来严真亲自找到东恩妈 让她想办法把女儿从学校被开除 起初东恩妈并不同意 那可是女儿的饭碗 然而严真告诉她 反正女儿赚的工资又不会给妈妈用 况且母女二人都有十多年不联系了 还表明在东恩退学申请签字时 东恩妈应该和自己的妈妈见过面 然后将一袋钱摆在桌子上 只要东恩再辞职信上签字 这些都给东恩妈 这之后 东恩妈先去了公寓寻找女儿 不过被房东婆婆暴力驱赶走了 东恩和妈妈回到住处 其实她猜到背后一定是严真搞的鬼 第二天 严真应慧婷之约来到乳正的诊所 慧婷告诉她 东恩最近和道英在一起下围棋 起初严真还有些不相信 就在这时 护士不小心碰掉了惠婷的名贵包包 因为刚才的谈话没聊完 严真挖苦惠婷没钱还买包干什么 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个包是为有副支付送给惠婷的 而那个人就是严真的老公道英 说罢转身离开了诊所 乳正趁机告诉严真 自己的医美技术很好 有空了可以来打个填充 当晚 东恩故意接近大姐丈夫 试图打探她知不知道什么情况 恰好这时大姐的电话打了过来 二人在地下停车场见了面 原来东恩找不到大姐丈夫的照片 就给她打去电话告知了情况 推测严真可能已经在调查大姐 挂了电话后 大姐把相机丢在车里 刚刚停好车就遇到了严真 所以才会一直关机 希望东恩不要误会自己被严真收买了 大姐如今的情况非常危险 她把女儿托付给东恩 现在必须开机 不然要引起严真的怀疑了 如果她去找了自己的老公 那么所有计划都将付诸东流 幸好的是刚才东恩确认过她的丈夫 大姐打算拖延时间 先向严真要些钱 二人分别后 东恩把大姐女儿安置在医务老师家 另外一边 道英回到家 严真卖力地解释自己的行为 道英只关心妻子是不是有其他的选择 然而去问沙拉 还是失踪的名物 诱惑者灾具 还是那个花巨额马内算命的丈母娘 她越说越气 其实道英最在乎的是女儿意虑 偏偏身为妻子和母亲的严真 从没有对妇女有丝毫愧疚感 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次日在俊来到服装店 店员告诉她道英昨天来过 试了一件衣服就走了 在俊赶紧检查起监控 不过20号之前的已经都被删除 是严真下的命令 另外一边 警察找到汝正调查明物失踪一事 原来明物去证实塑洗尸体时 留了联系方式给负责的医生 刚好汝正之前特地交代过 有人去太平间的话要告诉自己 而那天晚上她又给明物打了一个电话 还称对方接起后骂了两句就挂了 因为汝正当时在医院工作 毕装2004年以自杀结案的死亡案 家属不接受调查结果 所以一直拒绝接回尸体 虽然不是自己负责看管 但是尸体是汝正父母任职院长时就存放的 所以听说有人来看过 以为他是家属 与此同时 道英越想越起 他终于明白东恩是故意让自己接触明物的 于是给他打去电话 没过一会 二人就在首尔一家宾馆里见面了 但是进入房间之前 工作人员提议帮忙拿外套 东恩当着众人的面 露出因被霸凌留下的伤疤 几乎没有一块地方是完好的 这让道英震惊地说不出话 另外一边 严真来到汝正的诊所打填充 汝正告诉他 如果注射器里有气体没有完全排除 很可能会出人命 就在麻药即将起作用时 汝正突然问他对孙明物做了什么 当严真一时到不对劲 已经来不及了 原来明物失踪当晚 严真应约来到在军殿里的示意间 明物打算偷偷地录音当作证据 以便勒索更多钱 就在他试图引导严真说出 雨在军卫爱鼓掌的事实 汝正的电话恰好打了过来 明物接起来骂了两声就挂断了 而严真早就看出来他正在录音 拿起桌上的酒就浇在手机上 他以为明物想要勒索自己靠的是这招 然而明物一把拽住要离开的严真 他告诉对方速洗的尸体还放在停尸间 证据就在裤子口袋里 严真被这么一下有些不知所措 他趁明物不注意快速地从口袋掏出一个东西 打开一看是一次性的手套 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耍了 刚好佐证严真做贼心虚 明物想要现金 至少十亿韩元 这一巴掌下去 明物非但没生气 还告诉严真 如果愿意和自己在一起就少一千万 被彻底激怒的严真 抄起桌上的酒瓶向着明物的头重重地砸了下去 这时他只是受了点轻伤 爬起来想冲向严真 这时严真听到有人问自己之后发生了什么 他猛地从床上惊醒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转过头第一个看到的是乳正的脸 接着严真急匆匆地跑回家 迅速脱掉外衣和裙子 检查身体有没有明显的外伤 见一切正常 他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摊坐在地上 因为就在刚刚 严真的潜意识里回放了一遍杀死明物的过程 明物重伤趴在地上 死死地抓住了他的绿色高跟鞋 好不容易震脱出去后 仍旧惊魂未定的严真发现明物一动也不动了 他用脚戳了两下 对方也没有反应 这下严真彻底慌了 他先是用纸将酒瓶上的指纹擦掉 然后换了一套衣服 把带有血字的那套装进袋子 就在严真离开更衣室时 他忽然觉得这样不行 于是来到天台烧掉作案时的衣服 打给警察局长让他帮忙处理善后 紧接着两个手下把明物装进箱子里 又把他的手机关机丢入汉江 一直运送到荒废已久的永山殡仪馆 在封禁停事件之前 仔细地擦除了一切证据 此时严真从噩梦中惊醒 汝珍告诉他可能是做了噩梦 谢一会就好了 然而严真怕自己在昏迷中说了什么 像疯了一样地寻找屋里的监控 可是美容诊所为了保护个人信息 治疗室里没有安装摄像头 严真拿着自己的东西冲出了房间 与此同时 东恩和道英在酒店餐厅 他认为道英已经非常了谢严真 足够离开他了 还挑明了告诉对方 自己希望严真到最后身边空无一人 尤其是老公 然而道英认为 东恩复仇的方法不够积极主动 手段也不够凶狠残忍 他刚刚意识到无法离开严真 所以今天到此为止 改天再聊 第二天 大姐的女儿顺利完成了面试 只要根据出国的日期购买机票就行了 而一律分不清颜色 不知道性格是不是像严真 他拿起电脑就丢进了浴缸里 当晚 大姐收到东恩的包裹 里面是他女儿用的手机和国外寄宿家庭的地址 从今以后 东恩会通过女儿的手机联系大姐 次日 医院里的医生告诉严真妈 前任院长的儿子正在找素洗的尸体 更加奇怪的是 那具尸体不在太平间 而是在冷藏室 另外还有一个叫明雾的家伙来看过 而严真正为昨晚有没有乱说话发愁 恰好乳正经过他旁边 他赶忙问乳正自己有没有说一些奇怪的话 乳正很认真的告诉他 只是喊了很多次明雾的名字 大部分人在麻醉剂消退之前 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不知道他这个解释严真会不会相信 心情好了很多的严真给道英发消息 今晚让丈夫回家吃饭 然而当他回到家发现道英正在吃沙拉 对方明明收到自己发的短信 却选择了沉默 严真的火气一下就上来了 他把买好的菜丢进了垃圾桶 责怪丈夫与东恩下围棋 严真不明白那个女人怎么吸引了道英的注意力 其实当道英第一次见到他 就产生了好奇心 后来东恩消失了一段时间 当他再次出现时 就非常想赢下一盘 但却被东恩夺去了主导权 那种感觉像是要窒息 可偏偏道英喜欢上了那种窒息的感觉 严真说那是出轨 然而道英反问严真 他和再俊的关系不也一样吗 这把严真对得说不出话来 次日 慧婷突然想起明雾有个平板电脑 只有他知道屏保所密码 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有一段录音 就是明雾被严真杀害的全过程 同时在俊越想越不对劲 明雾恰好在20号失踪 严真偏偏删除了之前的监控 他花高价找到修电脑的师傅恢复数据 对方承诺三天就可以搞定 与此同时 严真让手下给大姐的老公马内 打探探女儿的下落 可手下这几天没有发现这人的孩子 于是严真给初中不打去电话咨询 当晚 因为大姐女儿明天出国 东恩请求成西邦自己联系黑道大哥 用来拖住跟踪的手下 他则是告诉大姐女儿三点的飞机 希望他能来送一下 然而大姐刚要出门 严真竟然站在门口 大姐谎称要去买菜 不时地看向挂中 严真一下就猜到该不是要赶飞机吧 然而屋里没有行李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今天要坐飞机的人是大姐的女儿 他扬言让慧婷查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大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愿意全力以赴替严真办事 既然这样 严真想知道除了大姐 东恩身边有没有其他的帮手 大姐说还有个男的 不过是谁真的不清楚 等自己查明白细节一定会如实汇报 严真让大姐继续监视其他人 做过什么都要告诉自己 她在临走时告诉大姐 最近是自己一直在给老公钱 不过今天决定不给了 所以她可能会早点回家 当作对大姐的惩罚 与此同时 严真妈把塑洗尸体的事 告诉给了警察局长 她赶紧找到负责尸体保管的同事 坦言要给相关医院找查 让其看看有没有空子可以钻 大姐的丈夫回到家 对她拳脚相加 一边打还一边骂 怪妻子辞职自己没有钱用 然而大姐并没有因为家暴流一滴眼泪 因为只要熬过今天 她的宝贝女儿就可以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大姐的女儿最终没有等到母亲来送她 独自一人踏上了出国的飞机 当晚 东恩妈开始作妖 她对女儿任职班级的家长打电话 目的就是见面后勒索钱财 从而让东恩被开除 第二天 汝正和东恩和子买下了荒废很久的永山殡仪馆 大姐从白天坐到晚上 终于等来女儿平安落地的短信 这一刻她开心地哭了出来 然而没有给她时间发泄 醉醺醺的老公就要回来了 她把女儿手机藏在洗衣机里 然后挂掉了严真的来电 丢进包里摆放在玄关柜上 这样一来东恩也联系不到她了 大姐当着老公的面姑一把包拿了起来 她老公一把推开大姐 将包夺了过去 在里面翻出来大把现金 大姐解释称 有个女人让自己给别人发一条短信 说是想吓唬吓唬对方 前是替她办事的报酬 老公开机以后发现 果然有大姐说的聊天记录 欣然地跳进了陷阱 第二天 严真妈在逛街时收到一条短信 内容是我知道你女儿杀了人 她赶紧离开想办法去了 其实短信是大姐的老公发的 一切都在东恩的计划之内 这一晚注定不平凡 大姐跟踪警察局长 发现她进入过永山殡仪馆馆两次 二人马不停蹄地来到哪儿 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停业三年 但是用电量每月却超五千度 而且还是太平坚 于是第二天 汝正和东恩在中介的带领下 要进去看场地 看门的人却拦着不让进 然而汝正说对方是警察局长让他们来的 很顺利地就进去了 二人在这看到了明雾的尸体 依照目前的情况分析 警察局长用真空袋保管尸体 应该是想保留一些证据 他在帮言真善后的过程中有了别的盘算 也就是说警察局长闯祸 把柄在言真家手中 汝正提议让言真到诊所来一趟 东恩这才让惠婷想办法 而在给他打填充时 汝正在其脚上巴横处取下一块组织 应该是用作DNA对比 另外一边 大姐故意向言真透露 有一位长相帅气的医生正在帮助东恩 名字叫做周汝正 言真猛地想起 这个人不就是给自己做医美的医生吗 着实出乎他的意料 然而汝正还和医院有些关联 言真更加不知所措 最近言真妈不停地收到大姐老公威胁的短信 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亲自到警局找局长商量 原来言真妈定期给局长的匿名账户汇款 这些年靠着赃款他在国外买房 送女儿和孙女出国留学 还以妹妹的名义收购宾馆 然而局长早就收购了言真妈高高在上的态度 他警告对方 在韩国只有共犯没有朋友 另外一边 在俊收到东恩纪的当日快递 因为不知道该寄给谁 最终选择了义律的亲生父亲 原来西瓜头老师他是个恋童体 经常偷拍小女孩的群体 当然其中也有在俊女儿义律的 当天下午 在俊气冲冲地闯进办公室 揪着西瓜头就开始打 身为父亲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原来情报是经常被西瓜头欺负的男老师给的 他虽有证据但是没有勇气去反抗 只能寄希望于东恩了 在俊兄狠的行为恰好被义律撞见 紧接着道英就接到女儿的电话 一边哭一边转述在俊叔叔在学校的时候 这里有个细节 严真的经纪人 他的衣柜里放着严真杀害名物的凶器 当晚 东恩找到承熙的黑道大哥 想让他们帮自己设个局 与此同时 在俊被带回警局 他不想与对方和解 然而韩国的律法是分开的 打架和校园侵害要分开进行 这时 道英建筑公司的法务部部长来到警局 接下来的室友由法务部全权代理 在俊是想替女儿出头的 然而道英也是这么想的 刚走出警局门口 在俊就喊住了道英 他想负责侵害一事 在俊直接挑明 自己才是一律的亲生父亲 两人直接打了起来 看得出来道英是练过的 在俊一下都没打到他 道英警告在俊 自不量力已经过度了 所以请闭上嘴滚蛋 第二天一早 有人以尸体非法保管 唯有举报到了警局 需要马上对太平间和冷冻库进行和验 原来当年素喜妈不肯接受女儿自杀的结果 跪在地上恳求医生帮帮忙 汝正爸看在眼里 同样感到很无助 医院没有家属的同意不能擅自处理尸体 而太平间又维持在零度左右 不出六个月尸体就会全部腐烂 于是汝正爸决定将素喜搬到冷冻室 如今汝正妈甘愿受罚 也绝不把素喜搬回太平间 因为她死得很冤枉 但真相还没查明 这就是院方的态度 另外一边 颜真下班回到家 她不明白为什么把义律送到奶奶家 颜真对道英冷暴力的态度不能理解 她宁愿吵一架来的痛快 道英索性挑明 再俊说她是义律亲生父亲的事 颜真没想到丈夫全都知道了 这还是道英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 吓得颜真愣在了原地 其实道英不愿意和颜真分开 就是想保住自己的面子 然而颜真没有守住夫妻 道英和义律的关系 还有她体面的工作 如今唯一剩下的 就只有义律是亲女儿这一点了 所以道英警告颜真 就算是离婚义律 也必须是自己的亲女儿 待道英出门后 颜真吓得瘫坐在地上 恰好这时学生家长的电话打了进来 她眼泪都没来得及擦 就换了负面孔接起电话 那头打算和其他家长 到学校弹劾手里的老师冬恩 这个结果正是颜真想要的 镜头一转 班上有头有脸的妈妈们 全都来到教室 冬恩一下就明白过来是什么事了 当晚她翻找租住公寓附近的垃圾桶 确实翻出一个家长送的礼盒 她怎么都没想到妈妈可以这么坏 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来 居然跟毁掉女儿人生的人站在一边 没想到自己复仇之路的 最硬绊脚石竟是自己的妈妈 然而妈妈为了钱 用衣架狠狠地抽在了冬恩的脸上 一瞬间血就流了出来 冬恩把礼物全都毁了 她的妈妈在身后不停地打她 这一晚 冬恩经历了复仇以来最绝望的一天 然而冬恩也摆脱不掉她 因为只要冬恩妈去居民事务所 开一张证明 就能查到女儿住在哪里 第二天 整理好心情的冬恩继续复仇计划 黑道大哥已经帮她准备好局了 躲在一旁的大姐 赶紧把冬恩来到沙拉家教堂的事 告诉给了颜真 沙拉好几天都没看到面粉了 忽然她收到短信 有人邀请她去放纵 光看到涂沙拉就已经忍不了了 教堂里人们正在唱赞美歌 冬恩计算好时间 在教会群里发送了一条信息 内容是李拜厅有精彩的演出 众人收到消息纷纷赶往李拜厅 与此同时 沙拉早就醉生梦死了 她甚至出现了幻觉 当其清醒过来时 信徒们正在用手机拍照 刚好颜真也赶到这里 她认为沙拉是初犯 会很快被释放的 东恩告诉她沙拉是初犯 可是颜真你不是啊 原来程希和大姐在素喜家 在平台上举报某气象主播校园霸凌事件 颜真的手机忽然响个不停 同事群都在讨论某气象主播是谁 沙拉和霸凌的是瞬间登上了热搜 随着网络上的发酵 颜真已经被推到风口浪尖 沙拉也被逮捕至警局 这天道英在神婆这里找到颜真 她决定先带妻子去公司解决燃眉之急 因为必须要平息舆论守住骨架 不然下半年的业绩就很难了 至于离婚是最后一个办法 颜真目光呆滞地看着窗外 然而面对公司的法务部 她突然反水 只要没有直接证据 就等于霸凌者不是自己 颜真可是主持人 她比律师们更懂民众的心理 另外一边 沙拉知道警方是紧急逮捕 没有搜查令 只要挨过48个小时就可以被释放 所以她拒绝任何检查 在俊这边去取修复的数据 然而师父告诉她 硬盘是全新的 可能是被人换过了 就在这时在俊收到慧婷的短信 那头发现了颜真和鸣雾的一些事 原来慧婷再三决定 把鸣雾的录音给在俊听 内容像是她在威胁颜真 不过录音只有一半就中断了 在俊让慧婷从最开始播放 她听出来鸣雾在室衣间选择喝什么酒 忽然想起来酒柜里少了一瓶 在俊确认过录音只有自己和慧婷知道后 提出与她结婚 慧婷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与此同时 大姐在买东西的时候收到东恩的短信 上面是素喜的出生时辰 而东恩正在等经纪员 原来她叫景兰 是在东恩之后被霸凌的人 早在东恩和明雾第一次见面时 景兰就认出了她 二人都知道施暴者是谁 这次来就是想拜托她一件事 拜托景兰什么都别做 东恩知道她之前住在服装店 但是从明雾出世以后 就搬到了现在租住的公寓 同时严真也不在那是衣服 明雾也离奇地失踪了 其实东恩猜到景兰已经知道明雾死了 这次可能是受害者们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 所以东恩希望她不要插手 无论看到了什么或者知道了什么 杀死明雾的人必须得是严真 最后景兰的表情值得深思 难道凶手不是严真 另外一边 汝正回家的路上遇到了道英 他们两个下了一盘棋 然而道英感到很奇怪 这人的棋风和东恩很像 汝正也不再隐瞒 承认是自己教的他 因为那一年东恩想赢一个人 道英虽然不知道二人的关系 但是真正关心对方 不应该阻止他报仇才对吗 比起复仇带来的收益 纠结于无法挽回的事而造成损失才会更大 可是受害者失去的东西 只有荣耀和名誉可以挽回 有些人通过原谅 而有些人则是通过复仇 只有找回这些才能回到原点 只有回到原点 东恩的人生才能重新开始 与此同时 严真妈开车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大姐老公 她停好车以后有些害怕 恐吓勒索的人居然知道自己家的地址 紧接着她就收到短信 内容是严真杀了两个人 还有刚刚很高兴能相遇 严真妈怎么都不敢相信 女儿杀了两个人 第二天 严真来到市医间 她回想东恩说过有证据的话 不停地翻找 有没有遗漏没处理的痕迹 这时景岚走了进来 刚刚在俊打电话问是谁换了硬盘 因为她去恢复数据了 严真听到这个消息有些震惊 原来明误案发后 严真以老公汇来为由 让景岚换了硬盘 她脑袋里分析监控视频销毁了 时间也过了 就连尸体都买了 警察局长也不会张扬 东恩没有办法找到证据 当天下午 大姐找到神婆 她提供了素喜的八字 然而神婆就是骗钱的 算出素喜工作不好 家人还替她操心 按照上头的只是需要做场仪式 规模得非常大的那种 大姐让她不要担心费用 办得越大越好 在离开时与严真妈撞了个满怀 大姐瞥见她拿着自己老公的资料 严真妈这次来是想让神婆 想办法弄死大姐的老公 原来严真妈和神婆合作 以八字为诱饵 给高管们拉了很多女孩子的声音 她坦言大姐老公勒索自己十亿含冤 倒不如把钱给神婆建大一点的法店 神婆一听有十亿报酬 眼睛都在放光 另外一边 大姐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了严真的电话 她想知道惠婷最近在做什么 却得知惠婷这几天都在在郡的家里 当晚严真就来到在郡家 猜到惠婷故意引诱自己去乳症的诊所 和东恩有来往的人就是她 然而惠婷手上握有严真的把柄 现在根本不怕她 吃了瘪的严真阴沉着脸离开了在郡家 第二天 惠婷探望沙拉 故意告诉她 严真霸凌的新闻被其他头版抢了风头 因为沙拉吃面粉 有其他媒体报道她办画展逃睡的事 就好像严真故意利用沙拉掩盖了自己的丑闻一样 当晚 局长接到电话 看门的告诉她殡仪馆已经被卖掉了 至于是谁买的不得而知 反正那具尸体要尽快处理掉才行 警察局长离开以后 看门的又给汝正打去电话 原来这些都是汝正吩咐她这样做的 次日 东恩主动辞掉了学校的工作 多亏了她有个好妈妈 另外一边 警察找到严真想要了解情况 她一路节目唯有搪塞了过去 晚上就找到警察局长 想让她动用关系停止调查 然而局长现在只想着退休 她希望严真家可以给自己买一栋房子 再诚心诚意地准备些美金 严真问她凭什么威胁自己 因为她没有掩埋明雾的尸体 与此同时 警方在市民市第三区发现了一具尸体 其实就是明雾的尸体 东恩回到家 她妈正与男人吃饭 一看到女儿回来 就开始责怪她为什么辞掉工作 再撑一段时间就能赚大钱 不是什么德性都能当老师之类的 然后又扯起 当年就不该把东恩生下来 辛辛苦苦地把女儿带大 可是当初明明是母亲为了钱断绝的母女关系 如今却拿起剪刀威胁东恩 除了威胁她可能没有别的办法控制女儿了 东恩妈看到女儿有应激反应突然笑了起来 她愈发疯狂 嘴里喊着母女一起死在这里 于是推翻火锅 大火瞬间燃了起来 让人没想到的是 东恩也笑了起来 她感谢妈妈一点都没变 谢谢她一如既往 回到素喜案当天 只因素喜和严真穿了同款衣服 就被严真带到楼顶甩了一个嘴巴 然后逼到天台边缘 掏出打火机点燃了女孩的毛衣 她本能地寻求帮助 撕扯间扯下笑霸的名牌 却也被她推出天台当场坠亡 恰好被要求退学的东恩撞见整个过程 严真意识到闯了大火 赶紧给妈妈打去电话 她谎称在玩的时候 转校生不小心掉下天台 严真骂让女儿冷静一点 先离开案发现场 等下局长叔叔会联系她 最重要的是确认有没有目击者 然而严真不知道的是 打火机成了重要的线索 这便是素喜案的全过程 时间回到现在 黑道大哥们帮助东恩 把名物的尸体丢在了市民室第三区 也就是素喜坠楼的地方 警察局长何严真在殡仪馆 发现名物尸体不见了 负责这里的人也联系不上 这时惠婷的电话打了过来 因为她经常被严真和莎拉欺负 所以第一个背叛了严真 第二天一早 汝正来到东恩租住的公寓 家里已经烧得一片狼藉 她这次来是取证的 原来因纵火 东恩带着妈妈接受精神评估 早在六年前 她就查出有酒精依赖症 这时候妈妈想起来女儿了 想让东恩帮自己证明 昨晚没喝酒 然而她经不住医生的盘问 逐渐暴露了本性 不停地训斥辱骂女儿 与医生串通 最终评估为被害妄想症 和间歇性暴怒障碍 需强制住在精神病院里 因为妈妈是至亲的关系 所以东恩无法摆脱她的纠缠 也正因为至亲的关系 只有东恩有权 将妈妈关进精神病院 我想她以后 再也不想看到这个疯女人了 当天下午 沙拉被保释出看守所 她回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上学时的手机 因为这人听信了慧婷的话 沙拉认为严真利用了自己 原来她的手机里拍的 全是严真霸凌同学的视频 其中包括素喜的 当晚 道英真正用心地看了 素喜妈对施害者们的控诉 这些人态度恶劣手段残忍 一个大男人都觉得恐怖 紧接着她就联系了东恩 要了素喜家的地址 道英还有一点不明白 为什么不利用抑虑 那可是让严真痛苦 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东恩却说这个办法 也会让你痛苦 次日 在俊约道英见面 这时严真走了进来 她想打探一些 关于明雾的消息 在俊坦言警察告诉她 发现明雾尸体的地方 就是素喜坠楼的地点 另外根据录音内容 严真就是最后一个 见到明雾的人 她的作案嫌疑最大 严真开始打感情牌 她是一律的妈妈 是在俊女儿的妈妈 希望她看在一律的面子上 救救自己和女儿 事情发展到现在 严真也不装了 她承认是一场意外 明明处理好了 但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严真一把搂住在俊的脖子 想让她像素喜案一样 帮自己做伪证 然而在俊表面上答应 实际上她也在 权衡争夺抚养权的 最佳方案 当严真回到家 莎拉早就在等着她了 严真不想在孩子面前发飙 拖着莎拉来到衣帽间 就在严真校园 暴力曝光的同时 自己面粉被现场直播 莎拉不相信 有这么巧合的事 她成了第二个 离开严真的人 然而严真看到一个包包表情 瞬间严肃起来 这才想起和局长找明雾尸体那天 她拿着包包发泄情绪 上面的饰品无意间掉落了 严真在衣帽间怎么找都找不到 另外一边 汝震问东恩认不认识房东婆婆 说是她的救命恩人 可是东恩没有宽裕的时间去救人 她自己完全没有印象 在俊这边咨询律师朋友 人失踪后突然发现她的尸体 要不要进行尸检 在韩国若没有证据 确定死因是自杀或意外 原则上必须尸检 就算家属不同意 只要一次她杀 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一转头 她把道英约到室一间 将明雾的录音交给对方 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另外她今天还发现 有一瓶很贵拿起来 手感很好的久不见了 在俊让道英问问严真 第一句话就说杀人成本有点高 道英自然明白 在俊这样做肯定有要求 原来她想让道英离婚后放弃抚养权 毕竟谁都不想让孩子 成为杀人犯的女儿 再俊成了第三个抛弃严真的人 警察局长把妻儿送走 她自己也准备跑路 就在这时 她接到了严真妈的电话 毕竟是四十年的朋友 那头想当面好好告个别 严真妈把十亿韩元和女儿的名牌交给了神婆 另外一边大姐丈夫接到神婆的电话 那头称愿意支付被勒索的钱 现在到指定位置来就行 男人到了目的地后 对方又让她穿过马路 与此同时 严真妈带着局长高速行驶在雨中 她嘴上不停地嘟囔 过失杀人可以判缓刑 身边有目击证人的话会更有利 然而话还没说完 严真妈下车只关心人是不是死了 而这个人就是大姐老公 一切都是严真妈设计的 不仅除掉勒索人 还把局长牵扯进来妄图脱罪 原来严真妈认为素写案是局长告诉给对方的 她和大姐老公串通威胁自己 事已至此 严真妈挑明这件事必须局长处理 因为当年女儿的名牌没有销毁 所以在她逃跑前要充分利用 办完事的神婆刚到家 东恩就出现在她的身后 询问其副业做得怎么样 与此同时 儒正在停尸间等来寻找饰品的严真 她急急忙忙地坐上车 却发现殡仪馆的门被锁了起来 儒正直接把严真要找的东西还给她 因为已经用不到了 另外给她一个忠告 今天下雨开车要小心一点 不然很容易撞到横穿马路的人 严真此时还听不明白话里的意思 她收到母亲的短信 让女儿来警局接自己一趟 尽管有局长作为人证 但是现场没有监控探头 所以要与被害人家属通了电话才行 严真妈必须在警局等一会 她突然忏悔起来 把伪善的一面演绎得淋漓尽致 第二天 警察因明误尸体再次调查东恩 她提醒对方 素血案的现场发现一个打火机 在拨动滑轮时 肯定会留下DNA之类的线索 这时严真已经接到了严真妈 她让女儿先去神婆那里 然而神婆正在做一场比较大的法事 就在这时 有人告诉严真大姐的老公 因横穿马路被人撞死了 然而严真还没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神婆突然以素血的口吻 叫了一声严真的名字 她自称是那个转学来的素血 还问要不要穿不一样的衣服 对此身性不移的严真吓得有些慌了神 霸凌素血的画面不断地涌现出来 当她一回头发现 东恩直直地站在自己的背后 报应就要来了吗 原来东恩掌握了神婆的把柄 让她在严真面前演一出戏 不知道是太过激动 还是沉浸在角色之中 神婆指着空荡荡的位置嘟囔了两句 一口气没上来就这么死了 严真被吓得灰溜溜地逃跑 当晚她找到大姐 怪对方把自己母亲牵扯进来 叫嚣会找到大姐女儿报复 然而大姐早就没了牵挂 甩手就给了严真一个嘴巴 没等她反应 又抽了一巴掌 动不动就拿孩子来威胁别人的人 根本不配做一个母亲 大姐奉劝严真 自己手上有很多她的照片 所以不要惹自己 严真还想追上去 余光一瞥发现道英站在旁边 她赶紧上前讨好老公 然而道英只给她两个选择 要么向素喜家赎罪 要么立刻结束夫妻关系 没想到严真死不悔改 依旧狡辩称素喜发神经 自己掉下去了 她一把夺过她家的地址 揉成一团扔掉了 道英劝严真好自为之 转身给律师打去电话准备离婚 第二天 严真离婚的新闻铺天盖地的报道 她看到消息以后 整个人像疯了一样 慧婷担心严真离婚后 在俊和她旧情复然 她想用视频笼络沙拉 可是沙拉正在整理视频文件 根本没空搭理她 坦言慧婷就是个廉价的玩具 如果没有东恩的话 被欺负的人就是她 二人发生了口角 聊天也不欢而散了 当晚大姐祭奠完老公回到家 严真妈突然窜了出来 她一定要征求到大姐的和解 要不然就会被以谋杀罪起诉 严真妈嘴上说得情真意切 然而大姐却笑了起来 她坚持不接受和解 严真妈回到家 发现东恩站在车库门口等她 东恩说自己知道 她杀了大姐的老公 严真妈这才想起来 她是当年被女儿霸凌的那个人 东恩也不废话 她不关心大姐老公的死 在乎的是严真杀了素喜 以及帮她事后处理尾巴的局长 现在只要把素喜 现场捡到的名牌给自己就好 东恩还提醒严真妈 要么变成杀人犯 要么交出女儿的名牌 自己从轻处罚 至于怎么决定应该很容易 总比每天假装是个好母亲强 第二天 严真像个没事人一样继续上班 然而网上又流出她当年霸凌同学的视频 原来是沙拉整理发布的 她要报复这个利用自己的女人 迫于外界的压力 严真只好辞职 不过她始终不承认杀害了素喜 紧接着她回到家 把所有电子产品全部收起来了 怕女儿看到相关霸凌的视频 可是女儿早就看过了 现在班里的同学都害怕 她像严真一样欺负人 最终严真为了女儿选择对媒体洗白 她称自己其实是受害者 这么多年被死者家属纠缠都没吭声 如今网络暴力让她透不过气 原来素喜已经怀孕 为了保护朋友的名声 这才忍气吞声到今天 严真已经向有关部门提起了诉讼 对不实言论和诽谤追究责任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些狗仔记者真就相信了她的话 选择跟拍严真去明雾葬礼的记录 与此同时 沙拉一直辱骂慧婷 慧婷有些气不过 就用明雾的平板 发了沙拉和明雾睡觉的视频到群里 这下算是彻底激怒了沙拉 也不管是不是在灵堂 是谁发的 就在这时 严真来到了这里 沙拉和她互相猜忌起来 然而慧婷上前嘲讽他们 平时装得很了不起 现在互相披露视频 沙拉一下就反应过来是慧婷发的视频 然而慧婷扬言要到沙拉爸爸的教堂去放 沙拉拔下卷发的铅笔 对着慧婷的脖子狠狠地刺了进去 她虽被逮捕但是一点都不后悔 在俊在几人争吵时 听到素喜死亡时怀有身孕 第二天就找到汝正办公室 打听起素喜的尸体 以及要不要厌尸之类的 又或者肚子里的婴儿能不能查出来 汝正其实已经猜到 是在俊亲害了素喜 于是他已对法医学不懂为由搪塞了过去 殊不知在俊留下了致命的弱点 紧接着就把消息告诉给了东恩 不得不说 在俊对于女儿的抚养权真是太执着了 他把颜真和颜真前婆婆同时约到办公室 公开自己是一律亲爸的事实 想以这个手段让何家放弃一律 然而道英比在俊还执着 他打算带着女儿去国外生活 慧婷因抢救即使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生带肌肉严重受损 以后能不能说话得看天意了 虽然在俊可以和慧婷无障碍交流 但是以他的条件绝对不会和不会说话的女人在一起 退一万步讲 对女儿意虑也不好 所以他果断地抛弃了慧婷 然而在俊前脚刚走 东恩后脚就向慧婷病房走去 原来汝正把颜真脚上取下来的组织 移植到了明雾的指甲凤里 警察提取之后 与肃血案中打火机上的做了对比 结果是一致的 当晚 颜真收到东恩的短信 告诉他当初肃血案的名牌是自己交给警察的 那时没能好好利用 但是今天绝对会珍惜 原来东恩同时约了颜真妈和颜真 势必要让颜真看看亲妈为了脱罪是可以出卖女儿的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加害者 就是最亲近的人 其实名牌没有证据效力 因为不是在案发现场捡到的 东恩其实并不需要颜真妈的证词 他只是想看看颜真会被抛弃到什么程度 至此颜真妈成了第四个抛弃她的人 东恩来到惠亭的病房 任由他摔东西到自己身上 待惠亭发泄完 问他不想复仇吗 一转头惠亭来到在俊家 以收拾东西为由进入到卧室 他看着桌上的眼药水响起 原来在俊在乳症那里检查过眼睛 他患有青光眼 每天都会第一次降眼压的眼药水 东恩提醒惠亭 有时候会发生一些意外 比如玻璃水溅到眼睛里 或者其他液体进入眼睛 总之在俊以后不管是红发模特 车磨还是颜真 都将看不到了 惠亭把在俊的低眼液净数倒光 将事先准备好的液体注入到瓶内 他想着可以报复在俊 兴奋地笑了起来 另外一边 局长迎颜真妈交通事故暂时跑不了了 他的两个小弟听说酒店已经卖掉 想弄点遣散费 然而局长他忘记自己已经退休 还是那么嚣张 结果被小弟一榔头敲死了 与此同时 颜真被折磨得有些神志不清 忽然东恩给他发了个短信 内容是在俊的示意间 茶几上摆着他杀害名物的凶器 他慌慌张张地跑到示意间 然而警察在这座血液检测 可以用字头罗网来形容 颜真当场被捕 临上警车前 他不停地拨发消息的号码 就在不远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不过东恩没有接 直接把匿名手机丢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 在俊到学校向着女儿摊牌 然而一律早就办了退学手续 这下他有些慌了 赶紧给倒音打去电话 那头提示用户关机 紧接着他又拨通东恩的电话 东恩叮嘱在俊 最后看到的绝对不是女儿 当晚 在俊开车的时候 滴了两滴眼药水 忽然刺痛赶袭来 他赶紧把车停下 结果发生了车祸 第二天 警察盘问东恩 严真妈交通事故之前 多次被死者威胁 而东恩又与死者老婆接触密切 他猜测是东恩告诉死者 及家属严真杀人的事 可是和他们说过难道违法吗 严真妈这边还在找大姐和姐 不过家里似乎没有人 最终他已谋杀罪被捕 至此所有霸凌者 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狱中 严真签下了离婚协议申请书 道音告诉他 自己打算带着女儿去国外生活 严真还想写信给一律 然而道音让他好好吃饭 没过几天 东恩来监狱探视严真 他很想看到 失害者如今的样子 身边空无一人 任何形式的爱 都不胜孤单的样子 东恩凑近玻璃 他希望严真的世界里都是自己 严真不明白冤枉在哪里 原来严真袭击了明悟 他并没有死 锦兰听到里面有响动 就推门进去看了看 明悟突然扑向他 这让锦兰不禁想起 曾被明悟霸凌侵害的情形 吓得他抄起酒瓶重重地 向明悟的脑袋上砸了下去 这一下成了致命的最后一击 案发之后 锦兰听从了东恩凶手 必须是严真的意见 寻求他的帮助 东恩收走了作案工具 宽慰景兰让他放心 东恩肯定不会告诉严真真相 因为他想让严真在这地狱般的监狱中 度过毫无头绪的一生 当晚 只要预有提到明天天气 严真就必须立刻整理衣服 占得比直播报天气预报 看他的样子就知道没少被欺负 对了还有再聚 他被一个领带男推进了水泥搅拌机里 第二天 道英带着同款领带和女儿一律 踏上了出国的飞机 东恩复仇完成以后 烧掉了所有的照片 本打算从天台一跃而下结束此生 但是被突然出现的汝正妈拦了下来 他请求东恩帮帮自己 通过这么久的观察 汝正妈相信东恩可以把儿子从痛苦中拯救出来 也就是说帮助汝正向江永天复仇 而这应该也是第三季的主线故事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完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